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族的选帅话题 那么终于是尘埃落定了 毕竟再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那么女子亚洲杯的比赛就要正式开始 如果说这个时候中国租协还不去官宣女族主帅的话 那么对于中国队被这亚洲杯 应该说也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 水清霞最终有些意外的当选 当然这里我们所说的意外并不是说他的能力不够 而是因为此前租协所公布的六名竞聘人选当中 并没有水清霞的身影 相对而言像足协一直被认为是足协内定的赵俊者 呼声是比较高的 那么此前媒体爆料他的排名是第一 另外的话呢还就就是网民球迷呼声比较高的陈婉婷 那最终这两人是都没有能够入选 尤其是陈婉婷没有能够当选女族主帅 我相信会让很大一部分球迷感到非常的失望和遗憾 毕竟他的人气是非常高的 远远高于水清霞之道 但是咱们说实话 陈婉婷跟水清霞比 那真的就是差的太远了 此前我们其实在视频当中也给大家分析过 在临近亚洲杯这么近的时候 足协还没有去官宣主帅的话题 说明足协已经丧失了去选择女足主帅的权利 体育总局有可能是介入了 我们当时就给大家说 如果说体育总局介入的话 那这六个由足协弄出来的竞聘人员 可能全部都会被淘汰 我们当时就提出来 水清霞很有可能会意外杀出 果不其然跟我们的预测完全一致 水清霞最终成为了中国女足的主教练 如果说是跟赵俊哲比 那我认为陈婉婷绝对有资格当选中国女足的主教练 但是跟水清霞比 我说我们依然是坚持我们的观点 对吧 水清霞是要远远甩开陈婉婷的 尽管很多人去支持陈婉婷 但其实你根本不了解陈婉婷 也不了解陈婉婷的能力 你仔细去网上去找一找 关于他的一些执教的履历 你都不需要去亲自看他执教的球队 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跟水清霞的差距究竟是有多么大 那么关于水清霞的执教能力不行 我们这里有三个佐证 首先第一个就是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他进入中国女足的系统 已经长达五六年的时间了 他都没有能够考出一个 哪怕是亚洲级别的A级教练资格证书 这个原本是中国足写所规定的 最低的一个教练证书的门槛 这就像你去考事业单位 你要有个本科学历一样 你连学历都没有 你怎么能够去参加进考呢 对吧 五年的时间 我不相信陈凡婷没有时间去考这个事 但他就是没有这个亚洲A级的战略资格证书 第二 率领U16女足两次征战亚洲比赛 去冲击世界杯 全部都失败了 那这原因又在什么地方 第三一个 假如说是在国家队这边 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施展拳脚 背后没有人 或者说是国家队的这种球员 U16的这个苗子不行 导致了他的执教能力无法发挥 那么你真的有能力的话 为什么五年的时间 没有任何一支女超俱乐部的球队 愿意去用你呢 不要忘记啊 陈凡婷也不是没有人啊 他在祖先内部就受到了孙文的鼎力支持的 所以结合以上三点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很显然 无论是作为业界也好 还是作为一个考核的评定也好 陈凡婷的能力都远没有达到执教中国队的水准 你别看中国女族这几年下降非常厉害 但是无论是奥运会还是世界杯 咱们是从来没有缺席过的 哪怕是到现在一个非常差的境界 对吧 我们依然是亚洲最好的呢 四到五支球队之一 上一届世界杯我们依然打进了16强 要知道上一届世界杯亚洲区的最好的球队 像日本澳大利亚这些亚洲最顶级的球队也不过是十六强的战绩 跟我们中国队是一样的 所以说中国女族未来所面对的对手肯定是世界级的强队 而这些东西对于主教练的执教能力是非常考验的 而这恰恰是陈婉婷的劣势 陈婉婷有优势吗 当然有 那就是他这种 我们说这种给球员灌输心灵鸡汤 对吧 稳定球员士气的能力 大家最为称道陈婉婷的 无非就是他当年率领东方队 拿到香港联赛冠军 这里面我们要提两点 第一点 香港联赛是个什么水准 你可以去查一下 香港联赛目前的联赛排名 全球130名开外 换算到中国的联赛 他还不如我们的中国第三级别的 以级联赛的排名高 很多球员都是半职业的 都不是职业球员 第二 当时陈婉婷接手东方队的时候 东方队的主教练不是因为战绩差被炒掉的 他们当时的成绩反而是非常好 领先第二名 香港的传统豪门制节队 多达七个几分 而且当时联赛已经打完三分之二了 熟悉足球的球迷应该知道 一个联赛赛程打完三分之二 还握有七分的优势 是一个多么巨大的优势 也就是说陈婉婷最大的贡献 无非就是稳住了球队的局面 让球队言喻之前的打法 最终保住了这个冠军 而且这个优势还被蚕食了 当时陈婉婷接手的时候 球队是领先了七分 但是等到联赛打完的时候 球队的领先优势变成了四分 也就是个联赛周期再拉长的话 那陈婉婷执教能力的短板 就将会显现出来 这个冠军有可能就丢 这也绝对不是新狗开合 接下来一年 陈婉婷独自带领东方队 打完一整个赛季的时候 东方立马就丢掉了冠军 这又能说明什么 所以说陈婉婷的执教能力 是绝对不够格去执教中国队的 你只能说如果说按照足协的内定 你要去内定赵俊哲的话 那你倒不如去选陈婉婷 因为他的执教能力再不行 比这个赵俊哲起码有经验 但是你要跟水性侠比 真的就是连边他都赶不上